他嫁了 群臣 群臣竟一致举见一位 大婚当日 据说他那位夫君也入了东房 但是一见他 便月窗逃走了 所以 都说曹氏极丑 然而他那位夫君逃婚 他却一位哭闹 求公婆做主 二位抱怨 写了离绝书 上了堂之后 请求公婆见谅 行了大礼 便自行回了娘家 名门 德高 诚信 冒丑 为人诚信 遇事沉稳 而且 冒丑不治祸君 女人 最近怀州闹灾 日日有紧急闸子上来 官家 怕是耽搁住了 不治祸人 还要不治祸 干什么 我相当意 身为您都61tit室 也没有人 是这也是 霍玉 信我 派赴槐州的范仲淹 尚书措辞甚急 请陛下想象若宫中半日无良将如何 陛下人后 必然心急如焚 此事是大事 不要让人打扰陛下 娘娘贤德 不认识 传闻未必是真 归珠女儿 大臣们又不可能见过真容的 她长成什么样子我并不在乎 是美是仇也不重要 她就是大臣为国选的皇后 我是皇帝 就只能接受这个合适的皇后 皇帝 你现在要不认识 我现在就不想去对着这位 我现在不想去对着这位 十全十美的皇后 我很累 很气闷 雪也大了 我想自己去梅云走走 你去昆宁殿对曹氏说 你编个得体地持续的理由 让他自己用完膳 早去歇息吧 是 怎么还没办法 冠家 关家